中国从古代的一夫多妻制到如今的一夫一妻制 这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 但你知道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竟然还存着着一妻多夫制吗 这个国家是佛教王国尼泊尔 就在中国周边实行一妻多夫制的地方 在尼泊尔的拉宏山区从古至今 那里的人们对这样的制度没有任何疑议 他们认为这是一件特别平常的事 自家几个兄弟拥有同一个妻子 不会觉得这很丢脸 同时拥有多个丈夫的女性应该是很幸福才对 这对于家庭条件不好的男人们来说 反倒成了一桩省钱的美谈 他们希望共同的妻子能够与路均沾 一视同仁 不会把爱过多给其中一人 对于女孩来说 这也许显得有点残忍 这是要让他们做圣人一样 看待自己所有的丈夫啊 那么我们想一想 如果女性和其中一个丈夫吵架 那么她的其他几任丈夫 是不是要齐心协力 为自己共同的妻子报仇 然后便是刀光剑影 兄弟残杀 更滑稽的是 如果女孩嫁出去之后 发现自己其中一个丈夫还是个小娃娃 那么她要如何去面对 等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 她是让自己的孩子 叫这一个娃娃丈夫爸爸还是哥哥 她还要承担着一边照顾孩子 一边照顾自己的小丈夫的责任 她必须得像个圣人一样 对自己所有的丈夫一视同仁 这对女性来说 会不会很不公平 哦 也不能这么说 实行一夫多妻制 便已经是对女性最大的不公 既然是在佛教王国尼泊尔 不知道佛祖知道后 会不会唏嘘感叹 不知道你知道这件事之后